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检与局不要再关闭 我希望交通部 99年通过行政院版本的 那一种部分是假的吗 所以我希望你们还是 变造原成99年的 行政院核定的版本 而不是106年把它 随便乱改就改 以前设计难不行吗 你们99年交通部核定的部分 难道你们那些专业人士不够吗 检与万大树林县 它是一个曾经经过交通部 审议行政院核定的一个开发案 那原本核定的方案 轨道是执行经程路上的 所以当年核定的时候 说可以 现在捷运局又说不可以 到底是捷运局的技术退步了 还是在质疑过去审查的那些机关 交通部在内的审查机关 专业能力不足 通过一个他们现在宣称不可以的方案 那我们居民事实上 居民也有去找专家 是认为说这个技术上明明 继续维持执行的路径 技术上明明就可行 对于捷运局说 下一条弯道公园里面 是感到非常的质疑的 那尤其是它变灯设计 弯道金城公园之后 事实上金城公园就被它破坏了 绿地面积减少 而且它直接架在 土城国小的围墙上 更靠近教室 那对于增加了噪音跟震动 事实上也对学童的权益造成侵害 那它更靠近民宅 也会对居民的 也会造成噪音震动 甚至建筑物结构的安全的疑虑 那更何况它为了把它 关进金城公园 它的轨道在很短的距离内 就要连续弯曲 那这样也是提高事故的一个风险 捷运局在这几年 有很多噪音震动的问题 引发居民的抗议 而且大家都知道 执行的轨 弯曲的轨道 比执行的轨道 更容易发生事故 现在交通部也为了普悠玛 事件很头大 那我们认为交通部身为主管机关 它应该还好地监督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 不要再让这种不当的工程变更 继续引发民怨 其实他们每次来开会都是逼动揪欺 只谈到说 事工要怎么做防护 怎么讨论学生上下学动线 但是对于会影响到学生的一些 噪音震动的影响 或者是说 它能把捷运盖在 离教室10.4公尺这么近距离的这些问题 完全没有讲出来 所以捷运局说有共识 根本就是在欺骗我们家长爸爸妈妈 希望捷运局可以改掉这个变更轨道的设计 因为你把轨道离我们教室只有10.4公尺 这个教室里面是托育中心 一两寸的小宝宝 还有第一年级的学生 一二年级的学生 最重要的还有身脏 身脏有问题的特教生 这些都是弱势针的弱势学生 你们既然把轨道挨在 以教室这么近的地方 简直就是谋杀我们小孩的一个健康 那更遑论我们学生 怎么样有安全的学习 快乐的长大 所以希望捷运局可以撤回 这种不合理的变更案 那另外捷运局说有做环差 会做隔音墙 那环差根本在我们学校这边 看不到任何有监测的一些监测点做评估 那你的隔音墙有什么用 今天捷运局经常来跟我们讲 他们为什么捷运一定要弯进 京城公园的理由 我大概归纳他三个重点 第一个他说为了节省经费 其实根据他们自己的预算报表 经费只节省了两千多万 第二个他说为了避免征收民载 事实上他捷运弯不弯进来 都一定只会征收到广城园旁边的那一部分民载 然后他说因为地下有板南线 没有办法施做 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因为他们在原始设计的时候 原始设计是他们民国95年就设计好 到了民国99年还经过交通部 以及行政院的核定 还公开展览了八年 那个都是他们的专家设计的 他现在的专家说他以前的专家设计的不对 现在的专家不是说设计不对 是以前的专家设计的他们现在不能做 各位你们听了会不会觉得很好笑 现在的专家还不如以前的专家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就在这里公开跟大家讲 合理的质疑 就是为了他未来的行政园区 以及TOD案 民国106年107年左右的时候 我们有听闻到这个行政园区 以及TOD案以后 这个捷运本来是设计在 直走在京城路上的 就转进来变成要湾进公园了 那么这个TOD案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行政园区案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下 行政园区 就是把现在我们土城所有公家机关的那一块地上的公家机关 全部拆了不要了 要把它做到京城公园里面来 所以他现在先用捷运来破坏你的京城公园 然后他将来把行政园区做进来以后就名正言顺了 这个公园区本来就不存在了 所以他把它做进来 把它全部挤到京城公园来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疑点 你要做你的行政园区 你为什么不在原地做行政园区就好 你把现在的所有公家机关的办公用社都还很新哦 才二十多年 就要把它拆掉然后要挤到京城公园来 那么挤到京城公园来以后呢 他这个TOD案到底是要干什么 原来就是要把这个公家机关的土地拿去给 拿去给建商在这个被拆掉的公家机关的土地上去盖大楼 今天这些家长以及这些居民 他们所抗议的他们所反对的并不是没有原因 我们说基杰就好了 基杰他从台北车站走地下到山重 他冒出来的时候 他到环河南路是一个大转弯 这个大转弯的周边居民呢 也是因为这个噪音 然后跟他抗议 起初这个基杰的这个公司 他们还说没有 他们都没有超出噪音标准 可是到后来我们民间团体有去撤了 以及这些居民举出很多的施政 最后他们才乖乖地去改进 所以我们每次做基杰到那边 它的速度是减慢的 那同样的 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来发生 三环三线也是因为噪音问题 还有我们最近发生的新电站 那个房子有龟裂 也是因为他捷运局 他只规定说别人盖房子 不能靠近他捷运6公司 可是他没有规定他自己说 不能靠近别人6公尺 所以同样这个 所以捷运的禁线件条例 各位可以去了解 它的禁线件实在是禁别人 不是禁他自己 是在开发的过程中 做变更的一个行为 那按照环境影响评估吧 事情细则第38条 其实就有明文的一个规定 开发单位 它的变更内容 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它是要重办 环境影响评估 那第四点 有关计划的一个变更 对于影响范围的一个 生活、自然、社会、环境 或保护的对象 有加重影响 那第五点 对环境品质的维护 有不利的影响 他就要重做环品 换句话说 今天他做的程序是环差程序 环差程序 他是在对于减轻的时候 才是做环差程序 如果他是用加重的一个情况 他就是要重办环品 当地的居民的一个民宅 他大部分都是30年以上的一个老旧的房舍 那刚刚也有提到 这个施工的期间 包括领域的期间 它产生的一个震动 会不会造成房屋的龟裂 房屋的一个毁损 这个有详细的一个评估吗 那变更设计后 这个路线的部分 也会经过京城国小的一个围墙 那这个在施工期间 对于学生来讲 他是骷髅在工地的一个危险当中 因此我们主张 本件应该要重新办理环境影响评估 并且呼吁 在这个争议没有厘清之前 不可以冒然施工